台灣 敬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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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台灣加油 粉絲興奮狂吼 情緒有夠激動 因為台灣羽球 黃金男雙 李楊 王麒麟 順利挺進金牌站 只是場內打得火熱 場邊也發生火爆衝突 其實我是畫台灣的形狀 然後寫著中文的台灣加油 直到我們不能夠帶台灣國籍 上面沒有台灣國籍 就有一位身穿粉紅衣的男子 擋在我面前 擋著海豹 後來我躲到旁邊 就是有空位 然後後面她就來把我的海豹搶走了 楊小姐眼眶有點泛紅 回想起事發過程 她說 手拿著自己手繪的台灣海豹 卻被中國球迷硬生生撕破搶走 現在只剩下手中這小小一片 雖然說這件事情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可以讓世界 跟在看比賽的人也真的是看到 像全世界看到說 台灣會遇到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就是會存在 然後跟台灣面臨的情況 根據奧會規定 不能攜帶國籍入場 但因為沒有明文規定 禁止印有台灣字樣的物品 諸法代表處表示 將會與奧委會積極溝通 不過中華奧會榮譽副主席 陳士奎也說 每屆奧運都一樣 甚至看過直接把人請出場 並非要針對誰 只是希望不要引起紛爭 那既然場邊不能出現國旗 就有粉絲突發奇想 拿出只有台灣人 才看得懂的注音符號 來替台灣隊加油 兩個字是不能寫出來 但是我們知道 想要讓就是讓林洋知道 就是還有台灣人在幫他加油 所以我們是特意寫注音 就是台灣人 只有台灣人看得懂 用注音符號寫出台灣 還有其他人也在海報上發揮巧思 這邊有寫那個台灣的字樣 然後他就把我沒收 然後他就說你出去外面我才還你 我們一定會繼續寫台灣 粉絲特地飛來巴黎看比賽 沒收到應援旗被硬搶風波 發揮創意 下一場冠軍賽 繼續為林洋加油打氣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